记录一下农村人的五一生活 逛逛街买买树苗 一眼过去没有一个年轻人啊 年轻人都出去旅游去了 只有我们你看这里好多山货 这里的钱可不少啊 种植的牛大栗八十亿斤 如果是野生的话 它这个一节一节的很明显的 今天是赶集人数也明显比平常少了 平常这里赶集的话都是占满的人的 来这里海鲜一条街 看看老婆要买什么 今天带了150块钱 看一下够不够用 果然优势小龙虾18块钱一斤包洗包剪 好大哦 嗯 还可以 好多人买小龙虾 才这里挑一会就好多人在问了 贴近多一点 5斤2斤 5斤多一点 5斤2 吃了龙眼买羊梅 又来这里剪头发了 今天好多人 居然在街上也发现卖这个文香叶的 而且还不带那个头 文香叶我这里也很多便宜的很 这个是哀草文香味温和无味的 我家也有小孩一直都在用 这个文香叶的话是母婴老人小孩都可以用的 现在夏天特别多蚊子点文香的话要太熏了 像这种母婴级别的文香叶的话大家都可以用起来 像这样六瓶水加一个头才9.99 而且这个头的话它是可以旋卷的 因为有一些插板它是竖着插的 横插竖插都是可以的 后面也带有一个开关的设计 白天可以把它关了 晚上再把它开起来 公主请上车 明以食为天一闲下来就想办法弄吃的 没错 锅里也有卤水 哇特别香 搞个羊梅 你们是不是拿着自己牙刷来刷 我这边就要我得换了 真的是大聪明 个人拿个人的牙刷来刷 牙刷要换掉了 要换掉了 所以就拿它来刷虾 一盆辣一盆不辣 吃完小龙虾又准备吃鸭脚了 这个柠檬鸭脚 一个星期做了三盆都不够吃 辛苦老婆了